他跟江啟臣的合作 就是政府院長兩個人之間的合作 就很像是這個美國總統 這個跟副總統 川普跟范斯的合作一樣 那麼樣的緊密 那麼樣的好 很多人去討論說 難道我們的這個韓國瑜 是不是有起心動念等等等等 但是就我了解 目前應該是還沒有到這種的程度 現在力拱他出來黨黨 主席的也好也有這種聲音 另外一種聲音是什麼 使用他2028出來選總統 反對朱立倫的聲音 會開始慢慢的出現 那竟然盧秀燕 他一直實實不表態 那大家現在就把這個 關注的眼神 關愛的眼神 寄託在誰身上 就是我們的前院長王津平 這樣的聲音出來之後 對於國民黨是好是壞 絕對不好嘛 現在的國民黨主席 我覺得這個相關的這個 很多人講說 這個國民黨主席啊 這個明明就還要等到明年啊 明年才要選 為什麼現在就開始有一些風聲 有一些消息 開始在那邊傳啊 可能國民黨內喔 有對朱立倫感到不滿的啦 有些人力挺啊 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跟各位報告啦 大家可能覺得說 討論這個太早或幹嘛 但是不得不討論嘛 因為現在的國民黨 是我們的在野最大黨嘛 當然我們每次在討論 國民黨的時候 有時候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有時候其實站在的立場 其實你不要說尷尬 也不要說為難啦 對我來講我覺得沒有這個問題啦 該罵就罵 該批就批嘛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的問題 永遠都是學不會教訓 我直接跟各位報告啦 國民黨永遠都在爭位置 都在爭權利 永遠都是那些比較資深的 這個管理幹部 去做一些這個利益上的 這些分配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私利 包含接下來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點 接下來可以看的 就是明年的黨主席之爭 再到是2026 明年的黨主席一出爐之後 就可以掌握相關 2026縣市場九合一選舉的 提名權利 所以當然各方人馬 當然已經在這個檯面上 開始紛紛的就一些競爭 或者是一些調和頂戴等等 但是很正常 但是我還是要講 麻煩好不好 國民黨我不管裡面內部 你們要怎麼鬥 麻煩 你們先做一件事情 你們先統整出一個最強人選 不要在那邊 各具三頭每一個人講一句話 講得好像說自己好棒棒 但是問題是 最後你會看 最後你會 就是最後的選舉 很像是一個造謠禁一樣 你就會看到國民黨 內部分亂 這個原型壁錄的一個糗樣 每一次的選舉都是這樣子 我認真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於國民黨而言是 永遠都必須要好好去思考的 不然我跟你講啦 民進黨根本就不用出招了 你們國民黨 你們自己就亂成一顆粥了 請問你還要等民眾出招攻擊你們嗎 不用啦 不需要啦 好 簡單講為什麼要放這張照片 我上禮拜跟哥哥講說 我說現在的這個韓國瑜 我覺得他每一句話 或者是他的字字記句 或者是他講的一些內容 為什麼很多人會發納禁的檢視 會是很多人去問他 因為我們的韓國瑜的聲量是持續的上升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他擔任立法院長這個角色 因為他不用插手擋務 他只要公正 公立的 做好他立法院長的角色 在朝野之間 獲得了一個 取得一個共識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嘛 當然啦 上個禮拜五 我們的韓國瑜 就講了一句還蠻有意思的話 他說他跟江啟成的合作 就是政副院長兩個人之間的合作 就很像是這個美國總統 這個跟副總統 川普跟范斯的合作一樣 那麼樣的緊密 那麼樣的好 我覺得其實沒有問題嘛 當然現在開始有很多人去討論說 難道我們的這個韓國瑜 是不是又起心動念等等等等 但是就我了解 目前應該是還沒有到這種的程度 當然你說現在力拱他 出來黨黨主席的也好 也有這種聲音 另外一種聲音是什麼 希望他2028出來選總統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多都言之過早 我覺得現階段就是 韓國瑜應該先把自己分內的事情 先做好 大家 我們就是 靜待好消息好不好 靜待聲音 那接下來我就講嘛 但是現在又變成什麼樣子 現在變成這個 國民黨內又出現了一股 兩股聲音 一種是挺豬 一種是反豬 那今天就有媒體就開始在那邊揣測說 現在這個國民黨內相關的這個反豬勢力 本土派等等啊 開始去支持我們的前院長王金平 為什麼 因為王金平最近好像有辦了一些 接下來要辦一些這個他的這個 提這個做這個 這個 喬王的這個線上課程啊 但是很多人講說他的這個 這個這個可能是他想要重回政壇的一個 另外一個起手勢 但是問題是 我們的這個王金平一直講說 希望我們這個台東市長盧秀燕 如果他要選2028 他不斷的強調就是說 希望這個盧秀燕 他只要盧秀燕出來明年選黨主席 他絕對會全力支持 但是問題是現在的盧秀燕似乎 還是要持續的專注在他的市政 沒有辦法因為所謂其他的 這個未來的規劃也好 下一步來講 去做一些討論 或者是做一些想法 那這當然讓一些 國民黨有一些反對朱立倫的聲音 會開始慢慢的出現 那竟然盧秀燕 他一直實實不表態 那大家現在就把這個 關注的眼神 關愛的眼神 寄託在誰身上 就是我們的前院長王金平身上 當然今天我就講 你說這樣的聲音出來之後 對於國民黨是好是壞 絕對不好 所以今天你知道嗎 今天下午 我們的朱立倫跟王金平 就在一場這個活動上面見了面 當然王金平也有 對於這個黨主席 很多這個本土派 開始在支持他的有一些看法 我們來看一下 咦 聲音沒有喔 黨主席 但是盧市長好像有點不為所動 現在要改 希望由您來出任 您有這個意願嗎 沒有這回事啦 那個報導的不太真實 但是現在有很多地方的時事啊 來跟院長來討教 討論到民民主席的事情 你說沒有這回事啦 哪有誰來討教我 呵呵 你沒有來教我 沒有誰來 那目前主席的 就是選黨主席的方案啊 你認為有幾個 我不知道 那是黨情規劃 我自己認為啦 這個王金平院長說 他要去選黨主席這件事情 我覺得機率不高啦 我自己覺得機率不高啦 那至於說接下來 會只有這個事情會怎麼樣的發展 我覺得還要時間啦 當然今天我們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面對這個黨內開始有一些反租的聲音 剛剛有人講的這個 這個高相關員講的很好嘛 其實所謂的 這個挺租或反租喔 其實代表是人民的意見 那當然我覺得國民黨現在的問題在於是 沒有一個人適合帶領國民黨 而且可以登高一呼 然後呢就算是可以登高一呼的那一個人 可能礙於他的一些人生的規劃 或者是礙於他過去的一些種種 所以限制了他 想要可以代表國民黨率領國民黨 或者是因此他登高一呼的機會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處境在這邊嘛 因為國民黨內現在也沒有更適合的 所謂的可以帶領國民黨的那種 終身帶那種很強而有力的那種 強棒人選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辦法的嘛 再來是啦 我覺得今天朱立倫也有講到說啦 其實包含國民黨主席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我覺得一樣的問題 今天朱立倫的說法是 這些都是一些流言蜚語 最重要的是現在目前國民黨應該要 我覺得應該要團結為眾 記取造訓 不要再分裂了 而且自亂陣腳的下場 絕對會讓國民黨繼續的成為 我們的這個最大在野黨 就永遠都沒有辦法拿回執政的 因為民進黨非常會攻擊 非常的會造謠抹黑 光是喔 好不好 你們自己就自亂自鳥 自己就失敗了 你不用等民進黨攻擊你們啦 所以民進黨對於攻擊國民黨來講 非常的簡單 易如反掌 所以這還是國民黨現在此時此刻的問題 那當然現在很多人在討論說啦 接下來這個2026 好像很有可能國民黨 還是沒有放棄跟民眾黨合作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想問一下大家啦 大家覺得說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2026應該合作的 幫我刷1 如果認為說國民黨跟民眾 在2026不應該再繼續合作的 幫我刷2 我也想要聽聽大家的聲音 OK 我們的瑞620說 本人就是同性戀黑人跟賴清德 OK 好 那再感謝大家啦 OK 感謝 我們尊重大家的這個想法 但是我想問一下大家 大家認為說2026國民黨跟民眾黨 應該繼續合作的幫我刷1 那2026選舉 大家覺得說國民黨跟民眾黨不應該合作的 幫我刷2 我也想要看看大家應該合作 OK 其實基本上大家大概希望合作嘛 所以當然現在包含聽說啦 你看有些傳聞嘛 包含我們的新竹 包含我們的宜蘭 國民黨跟民眾黨可能在 縣市首長會有一些合作的部分 那你說現在合作的默契 該怎麼樣建立 該怎麼樣維持 該怎麼延續 我覺得從 我一直不斷的重申跟不斷的強調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合作的默契的基礎 該怎麼樣累積 累積那個善意 全部都要從現在這4年國會來做一些討論 當然也有人先反對啦 就是說國民黨跟民眾黨終於一戰 不能再被民眾黨牽著鼻子走啦 那我覺得上一次2024的這個選舉 當然很多人會反 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這個柯文哲背棄 背棄承諾都是民眾黨 因為一黨之私毀了2024藍白河 結果讓這個總統總統大選拱手讓給了民進黨 當然啦 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說法啦 但對我來講啦 我覺得政黨政治原本就應該競爭 但是在有一些議題上 或者是在有一些事情上 我覺得是可以合作的 不應該是從永遠的競爭 但你說現在的國民黨有本事競爭嗎 我也很直白跟你講完全沒有 民眾黨有本事競爭嗎 我也跟你講完全沒有 因為現在民進黨就掌握了所有的權力 所以在野黨必須得合作 團結一致 OK 所謂的合作當你夠強 對方就會靠過來 我覺得點邊線破百講得非常好 所以國民黨現在應該要不斷的壯大自己 不要就是等著拜託鞠躬 哈妖要用民眾黨 拜託他們來跟你合作 可是所以現在你開始從國會來講 國民黨請問一下有拜託民眾黨挺他們或合作嗎 沒有啊 對不對 民眾黨的法案沒有國民黨的支持 民眾黨的法案能通過嗎 不行 國民黨的法案也需要民眾黨的支持 所以我就講 國民黨也好啦 國民黨現在不能被人家看衰小 也不能讓人家看沒有 看小了 這樣就不好了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哇塞 階梯 濃到歐子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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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